全臺確診人數飆升 身處防疫第一線的里長 忙翻天 喂 那個 你的關懷包 我已經幫你領好了 那我等一下送過去給你 里長不僅要幫確診的里民領防疫包 還得讓確診的里民一個個 解釋最新的防疫措施 並協助詢問遲到的居隔單 桃園地區的里長怒批 中央防疫政策招令戲改 降帥無能 累死基層 我認為他並沒有一個應變措施 其實是在設想到基層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桃園復興區快篩劑大缺貨 整區每天只有七十八份快篩劑 拉拉山區域後山部落的住民 如果買快篩劑得先開車兩個小時 到全區唯一的藥局 排隊三小時搶購 還不一定買得到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 會用巡迴醫療的方式 將一千劑快篩試劑 發給有需要的民眾 也會再向中央爭取更多快篩劑 不只桃園復興區 新竹堅實鄉以及苗栗南莊 快篩劑都大缺貨 里長忙翻了還被罵 無奈指責中央無能 根本是亂緣 記者劉志展 王毅德 桃園報導